有有沒有在繼續喝早餐店的奶茶呢? 有!我還有在喝 為什麼明明未落賽卻還要喝呢? 因為人就是飯堅 大家好我是彥婷 今天要來分享故事 太久沒來說故事了 相信大家都對早餐店奶茶有一種特別的情感 一種無法言喻的感情 好喝 奶味重 很有飽足感 但是又讓人非常的恐懼 會落賽 明明知道會落賽 但是又很愛喝 那就是早餐店奶茶 不同反響的魅力 每天早上都在進行一個矛盾的拔河 要喝不喝 要喝不喝 上一個月的某一個禮拜三呢 我一樣就是走陸續上班 有一家 攤車式的早餐店開在我習慣買的早餐店的正對面 那個攤車早餐店裝潢的 爆炸美 非常特別 超級新穎 啊!一定很好吃 我就跟那個攤車阿姨說 一份牛肉蛋吐司 阿姨就說 阿姨要不要飲料 我跟飲料很好喝耶 奶茶最好喝要不要喝 禮拜三呢 早上有一個研討會的課程要上 所以我不能一直跑廁所 我就跟阿姨說 我只要牛肉蛋吐司一份就可以了 然後阿姨就說 我們奶茶真的很好喝啦 是國外進口的牛奶做的呢 很鮮甜很香醇 絕對不會讓你拉肚子喔 我就是那個標準心軟 然後耳根子也軟的人 所以我就跟阿姨說 一份牛肉蛋吐司跟一杯奶茶 當然我是一個 有福同享勇敢充當的人 這麼好喝的奶茶 怎麼可能不揪同事喝呢 買好早餐然後到教室 差不多喝了10口左右 很好 肚子滾到不行啦 立刻狂奔廁所 拉了第一次 到教室後早就開始上課 我連老師自我介紹都沒有聽到 我見我拉了有多久 坐下來之後呢 我繼續一口奶茶 一口吐司 擦一下筆記 擦一下老師 喔齁 FU又來了 再一次狂奔廁所 FANTASTIC 拉了第二次 拉完第二次之後回來繼續上課 我已經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看著桌上那杯奶茶 我好害怕 但是又不想浪費食物 所以我就拼了命喝完 WOW FU又來了 實在太棒了 拉了第三次 那個馬桶根本還是溫的 好像在迎接我一樣 歡迎回來烙賽 拉完第三次之後 我人已經虛脫了 然後老師進來說 謝謝各位同學 那今天這堂課就上到這裡囉 下課 WHAT 我今天到底聽了什麼 然後我同事來罵我說 你是屎女喔 結果一回到辦公室 我就收到她的LINE說 我拉了兩次 這就是所謂的 我拉三次 他拉兩次 阿柴剛好 圓滿 從那次之後呢 我有沒有再繼續喝 早餐念的奶茶呢 有 我還有在喝 為什麼明明未落賽 卻還要喝呢 因為 人就是飯店